政府難道不應該站出來告訴什麼 現在到底可以說什麼 我們先談那個主權的事情 這個馬英九是在 這個國際法學會的 亞太區域會議大會裡面講的 講說要互不否認 那你在那個大會 你就講說你是代表台灣 你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人民選出來中華民國的總統 或者是台灣的總統 你就講這樣就好啊 這個就做到互不否認 他有說他有說他也沒有 他要說一句話說一句話說一句話 大家也不知道到底在說什麼 這個也不是德國這個也不是韓國 這個是一個特殊的什麼花歌 也沒人搞清楚他講什麼 老實說這個是很荒唐 馬英九自己講過 塑化劑的問題是統徒還嚴重 但你看中國處理山區經安的問題 三個沒有基礎 三個失業 山區都馬上下架了 這個事情馬上下架了 這個塑化劑的問題現在還在延燒 所以我說馬英九政府 你說不管處理主權或者是處理塑化劑的這些立場 你看他們都看不出來說政府的角色在哪裡嗎 所以我覺得